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徒邀节场周末 财政部长已经开始商讨 佳节假期免过路费的建议 中国黑龙江半年内 再有体育馆发生坍塌 让三人死 一人受伤 政府致力推动数码改革 首相达德西安诺指出 数码化转型需要一个新的框架 以跳出旧的思维 时刻与时并进 首相表示 我国必须借鉴先信国的经验 探索更具挑战性的数码化转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相安华是在大马国际贸易与展览中心 出席数码博览会时这么表示 首相也说 数码经济是我国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 而数码转型更是能确保大马 成为一个成功国家的因素 预计到了2025年 数码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可跃升到25.5% 气象局预测 我国多个地区直到明天 都会下起狂风大雨 甚至还会出现雷雨天气 副首相达德罗斯提醒民众 做好防范措施 并遵守当局指示 以避免和减轻天灾对生命和财物的影响 也是中央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阿玛在黑指出 根据气象局的气象模型分析 西马半岛内陆河西部 东马的沙拉越北部 和沙巴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昨天起至明天 都会出现伴有强风的雷雨 尤其是在下午至夜晚时段 最近几天 一些低洼地区因好雨而发生淹水情况 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呈上涨趋势 阿玛在黑因此呼吁 身处水灾高风险区的居民 从可信的消息渠道 获取最新资讯 民众若想获取水灾灾情的资讯和预警 可浏览水利灌溉局的 BabiInfo完整网页 或下载MyTorcha应用 获取气象局的最新气象资料 雪兰额数个地区发生水灾 雪州政府宣布 将向每户受水灾影响的家庭 提供500令吉援助金 周五大臣 大德士阿米 Rudi指出 各单位在水灾发生后 已经立即应对 协助灾力转移至临时疏散中心 协助灾力转移至临时 阿米 Rudi是在国立大学礼堂 推介我们的雪州承诺 2023年大学生电子书券 移交仪式后这么表示 来自9所公立学府和私立学府的1000名学生 获得电子书券 有关书券可在12月31号前兑现 可用于购买电子书籍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但却有部分的人习惯性地将河流当成垃圾厂 将垃圾扔进河里吐个方便 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 尼·纳泽密表示 政府正在探讨对丢垃圾入河的个人或团体 实施更严厉的处罚 包括提高罚款或坐牢 以避免这些人犯下导致水灾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罪行 尼·纳泽密指出 今年首九个月 政府共花费近820万令吉 用于清理雪兰儿和吉隆坡一带的河流垃圾 尼·纳泽密是在询释增加和废料管理工作后 这么表示 他强调 如果垃圾问题能解决 政府不但能降低相关维修成本 也能避免环境污染和洪灾的风险 海外打工骗局已经不是新鲜事 但往往还是有许多人抱着贪婪之心 为了走捷径赚快钱 而掉进了犯罪集团的手中 内政部长达德西塞夫定指出 政府极力拯救所有罪入海外打工骗局的主宰 但调查后发现 并非所有的获救者都是骗局受害者 因为有的是欠债赌徒 塞夫定揭露 警方在拯救租宰的行动中发现 有的获救者是特意前往海外赌博 并向当地大耳龙借贷 没法回国的赌徒 即便如此 无论这些人是否受骗 政府也会以保障国人回国的权力下 一并拯救所有人 提到海外打工骗局 部长形容伴随集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他概述这些不法分子会声称以美元计算作为酬劳 并提供机票与住宿到外国工作 当部分被吸引的国人抵达目的地后 才发现一切都是骗局 但当下已经为时已晚 这些人受困当地 只能设法透过家人或非政府组织寻求帮助 之后再转交给警方接手 并与各机构与单位 包括外交部驻当地使馆和东盟国家警察协会等 一起展开营救行动 为了鼓励大学生创业 国民投资机构与信业回教银行 携手推展2024年B40创业计划 自己当老板 同时拨款100万令吉给予这项计划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 Dr.Iwani指出 相关举措是2024年财政预算案中 宣布的I德盖社会融资计划的一部分 全面揭去竞争力的创业计划 包括结构化商业培训 商业配对机会 指导和提供商业资本等 2024年自己当老板计划 也是该计划的延续 设定了100名参与者的目标 获选人士将获得有关特许经营权业务的指导 第四阶段的慈敏援助金 赶在图腰节前发放 财政部副部长Dr.Iwani-Majlan指出 第四阶段的慈敏援助金 今天开始发放 涉及总额高达21亿利益 预计受贿的520万人 可获得100令吉至1200令吉的援助金 阿玛·Majlan在国会下议院 为2024年裁案委员会阶段 进行部门总结时指出 政府从今天起发放 第四阶段的慈敏援助金 以减薪人民生活成本上涨 所造成的负担 其中上诉成功的民众 可获得疑似性1100令吉 至2500令吉的慈敏援助金 而慈敏援助金的新申请 有关西线会一直开放至明年 根据财政部在本月1号发出的文告 共有28万人成功上诉 获得慈敏援助金 这些受贿民众将依据个别组别 获得高达2500令吉的援助金 同时该笔款项也是今年 所应收到的最后一笔款项 来临的12号便是印译同胞欢信 土摇节的日子 由于夕节落在星期日 意味着星期一的补假日 许多人会趁着长周末出游或回销 究竟政府会否落实免过路费的措施呢 财政部副部长达德士阿玛·马兹兰 指出 该部正在商讨相关建议 阿玛·马兹兰在国会下议院 为2024年裁案委员会阶段进行 部门总结时指出 财政部正在商讨 土摇节豁免征收过路费的建议 当中包括讨论与大道公司 分担免过路费所造成的成本 同样在昨天 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达德士阿玛兰 在早些时候透露 该部仍未与财政部针对土摇节 豁免征收过路费的事宜进行讨论 他坦言 自己支持这项倡议 并指假如财政部批准 土摇节过路费豁免的措施 将会由财政部做出宣布和执行 配合土摇节 大马监狱职允许囚犯家属 本月14号起一连两天探监 信奉新都教的囚犯将获得优先权 囚犯家属除了可以选择面对面探监 也可透过线上方式进行 其中选择面对面方式的家属 必须在探监的三天前进行冠病测试 大马监狱职指出 这项配合土摇节而进行的探监日 涵盖改造中心 特别改造中心 特别扣留中心 以及亨利·葛尼少年感化院 选择面对面探监的家属 开放时间是从早上8点15分 至下午4点15分 至于线上方式 则可选择在16号至18号期间进行 当局表示 每一名囚犯只或准接受家属探监一次 而家属可通过监狱局官网的IVG系统 拨电、发送电邮或信件 至当局进行探监预约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选择面对面方式的家属 必须在探监的三天前 使用逆转路聚合霉链反应 或抗原测试系合进行测试 以确保对新冠病毒成阴性 且没有出现感染症状 自10月7号 新一轮的尾巴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 已经突破1万人 其中儿童、妇女和老人 占死亡总数超过70% 巴勒斯坦卫生部指出 目前加沙地带已有1万022人死亡 包括4104名儿童和2641名妇女 另外25408人受伤 2350人失踪 包括约1300名儿童 以军侵袭也导致加沙约 150万人逃离家园 占当地人口70% 以色列还切断了加沙地带的食品 水、燃料和药品供应 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同时 以色列的轰炸损坏了200多所学校 80多座政府大楼 以及47座清真寺 三座教堂严重被毁 联合国呼吁在拥有 240万人口的地区停火 以军则表示 自昨晚以来 共对加沙地带发动了450次空袭 中国黑龙江省在短短四个月内 再由体育馆发生坍塌 造成三人死亡 一人受轻伤 由于气象台对当地发布暴雪红色预警 因此暂时不清楚体育馆坍塌 是否与降雪有关 但建筑负责人已经被警方控制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出世的体育馆位于黑龙江省 加募斯市化南县 该体育馆的楼体为两层框架结构 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 而坍塌位置则是体育馆 西侧二楼篮球区域 坍塌面积约500平方米 当地媒体指出 搜救工作在今天凌晨12点35分左右完成 现场共有7人 其中3人自行脱险 据了解 发生坍塌的体育馆 是隶属当地的一个健身俱乐部 由于这起事故已闹出人命 因此该健身俱乐部的负责人 在事后被警方控制 昨天起 加募斯市下棋大雪 并发布暴雪红色预警信号 而出世的体育馆顶部都满步积雪 但目前还不清楚 坍塌是否跟暴雪有关 今年7月 同样是黑龙江省 在齐齐哈尔市的一个中学体育馆 发生楼顶坍塌事故 造成11人死亡 4人受伤的悲剧 事后调查 怀疑坍塌与毗邻体育馆的一个施工项目有关 越南著名景点夏龙湾景色宜人 早在90年代就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 而且更被评为世界星期大自然习惯 今天 夏龙湾边上一个大型建筑项目 正在如火如土展开 据报道 该项目落成后 将会是一座酒店和商业区 结果引起争议 当地人民强烈抗议 担心这将会对夏龙湾这个世界遗产 造成负面影响 法新社报道 夏龙湾有一个大型建筑项目 已经开始动工 照片可见 该建筑工地穿过于夏龙湾围林的 白死龙湾水域 当地媒体指出 有关工地占地超过31万8千平方米 一旦竣工 该项目将拥有451栋别墅和住宅 多座七层酒店以及商业区 由于这个项目的位置在夏龙湾的缓冲区 而所谓的缓冲区旨在提供保护作用 防止夏龙湾这个自然风景区被侵蚀 因此 眼见防护地带不保 当地人民强烈反对 甚至有学者批评 这个项目对夏龙湾构成直接威胁 面对抗议声音 地方当局已经在昨天下令 立即检讨这个在2021年获得官方审批通过的项目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黄文柔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